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卡应该是要掉了 现在主要是热蜂去守好对方的三火枪的进攻的话就比较稳 如果太抽了的话其实就肯定也要翻出来 其实现在热蜂可以留下除了毒药 因为对方的套路其实也是一波流 他可以留下毒药 然后去解这方的胖子加毒磨的障碍 这个魔群直接被鱼蜂毒铁掉了 太可了 不过这个小龙我之前也是解了一个五队三个卡 还可以 不过这样的话应该是打进去两个时间来讲 对 然后热蜂还是用他的这个 偷鸡的这个无限制赢得胜利 漂亮漂亮 恭喜热蜂被爱记又难下一分 现在双方比分就差一分 对差一分了 现在的话主要还是看下一把 他们双方抽到什么卡组 看看热蜂能不能再下一把再扳回一分 哎这样就好看了 对对对 这样看着我们最后就是 对对对 这样就是看校长和钟老板 对 我记得校长手里好像是两个建筑法术对吧 对对对 校长说是魔法师吗 魔法师 哎 直接野猪 直接野猪 野猪哥布林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一费吧 应该是一个第一费了 因为这个哥布林不是单兵 这个野猪这个有点赚 可以的 这部的话亏一点费了 亏一点费了 蓝色方的话是下了三个单怪 那有可能是一个单兵了 对单兵 应该是一个单兵了 哦 矿攻 这部的话 其实进攻是 哎 这个这张号对下什么错啊 哎 对 他能打到后面这个 打到这个后面那个吧 这样的话 现在左边的这个 凯凯的塔已经是半血少一点了 嗯 这样的话 因为他的这个单兵是没有剑毒吧 他这个野猪基本上是可以无限输出 就 一定能砸到一下了 基本上是一定能砸到一下了 哦 然后小眼镇的话砸到两下 这样的话虽然是亏一点费用 我看这波 卡卡的反击了 哎 这小朋友直接被公主给射掉了 因为 我感觉这一波 哎 这个 作风要炸 这一波作风要炸 这波要亏了 哎 这个卡卡也是在野猪的 作风的这个射能炮已经交出去了 哎 这个作风这一波反打 哎呀 直接被打掉一座塔 不过相信作风 左边的塔应该还是可以下得掉的 对 左边的塔还是可以比较稳的打掉的 之后 对 对 对 主要是因为他现在呃 作风为什么能采业器嘛 他如果是持续进攻的话 会连续的亏费 因为对方解完你以后 他是能剩一个兵的 哎 偷一下 哎 这应该是能 偷掉了 哎 快出掉了 防空砸一下 开他一下 哎呀 打出来 52d血 52d血的话 这个小殿应该是可以垫掉 现在可以垫了60d血 所以他要发育过自己分手了 对对 现在这样的话 哎 这若蜂武神就在6费的时候 直接下兵 在这样的话 还是会被解啊 这个小殿不错 哎 这小皮卡的话 是砍到了那哥布莲的 这样的话 也就不打了一下 这一波 这一波若蜂武神就还是很难守啊 对的 也说 自己进攻的时候 亏费太多了 再补一个 哦 江东炮的话 哎 这个这个武神 好像全部伤害了 还好 其实还可以还可以 但是压力比较大 对 因为这个飞席 但是若蜂现在左下方对面的塔还没有打掉 还没有打掉 它需要一个小远店 需要一个小远店 还要亏个费 对 还要再亏两费 先批掉 先批掉 但是现在若蜂这边的费用还是很亏啊 因为这个江东炮会被解掉 是无伤解掉了 所以卡卡可以 这卡可以稍微等着 可以等这个火星把炮打掉之后的情况 不过 这个火球 火球的话 没有知道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 它 已经残血了 这样的话 矿工小远店耗血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 若蜂一直皮育防守 它的这个寸一直在亏 可能这波进攻也很能打 因为对面是奇比卡 这样的话 下一波进攻的话 应该守不住了 这个炸了还不错 而且这样的话还守不住 因为对面是 也就没办法 哎呀 三冬放在两架 先边放下好了 对对对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 就是卡卡这个打这个防御准机 打得非常不错 哎呀 哎呀 没有 没有顶住矿工 啊 那不过这样的话 就是1比1 恭喜卡卡为 HK-Source 又拿下一分 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觉得对面确实很厉害 但是本来 因为我是战略的